圣灵的恩赐并不是智慧或知识,而是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。 智慧和知识来自经验以及阅读,但是智慧的言语不是,知识的言语也不是,这是突然出现的。 我们如果以为智慧和知识等于圣灵的恩赐,就是在重新下定义。 我举个例子,我有一次在雪菲尔德讲道,会后有一位女士来对我说,请为我祷告,在邻居眼中成为更好的见证。 我说,你不需要吃那些药。 他说,你为什么这么讲? 我说,我不知道,我就是觉得该讲这句话。 他问,你怎么知道我在吃药? 我说,我并不知道。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? 耶稣叫我对你讲这句话。 我说,他还提到了你需要平安。 我想你大概是在吃镇静剂吧。 他说,没错,我在吃镇静剂。 我问他是医生叫你吃的吗? 他说,不是医生叫我吃的。 我说,耶稣说你不需要吃这些药。 他说,真的吗? 他很兴奋,就一路跑了出去,雀跃不已。 等他走了以后,我静下来对主说,他问我要怎么样在邻居眼中做更好的见证。 你为什么不让我回答? 主说,可是我让你回答了。 怎么说呢? 主说,你想他今天晚上会先去跟谁讲这件事? 各位,这就是知识的言语。 我原本不知道他在吃药。 我家里的藏书没有一本能告诉我这件事。 这不是平常取得的知识会告诉你的事。 同样的,智慧的言语也不是平常取得的智慧会告诉你的。 它是直接从神来的。 这是平常取得的智慧。